看一下他們都做個有講問答 我們先看一看剛才講的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就找他們一下 大家想看看剛才講的高血壓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接下來有三個題目給大家做個問答 請問有沒有Q&A 什麼不同的地方我們先做個回答 那接下來我們有一些病例的談論就是三個題目 那有一些講三個題目 三個小人送給答對的 沒關係那有問題的我們可以先回答 請問一下 今天要看到題目上寫到說還有一部分是講這個靜脈曲張 那是下一場 我請教一下 那我吃高血壓吃了好幾年 所以有時候覺得已經控制得很好 我可不可以聽要不要吃或是什麼 對啊所以說剛才講常見 控制得好 我們說你有飲食生活習慣控制 而且你現在也在吃血壓的藥物 那是因為這兩個部分讓你控制好 那只要因為控制好沒有症狀 通常我們就不建議提藥 不建議提藥 那也不要建議提藥 我們還是講就是說 但有些醫生會講的 講得比較聰動一點 大家不要介意 有些人會講 這才講到戲啊 但是我們不會這樣 但是這個高血壓就是控制 就是一輩子的事情 那什麼時候可以停藥 就是他可能或許真的不信他又生了什麼病 讓他體狀變得很瘦 或是真的是營養不良 那你血壓越涼越低 所以我們要叫你平常要涼 那這時候開始可能會出現一個頭暈的症狀 那你會考慮到我的藥物是不是要開始做調整 那所以說有些人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能高血壓藥可能要開始不吃 或是先從減量開始 都不可以說今天吃人的以後再吃以後可 不介意 報告 對不起 我從前沒有裝這個支架 我現在裝了四個支架還是五個 我昨天我走路啊 人一跑都沒有我走得快 沒有我走得快 而且我這個 因為我是香港人啊 就是我在香港那邊好像要踩下第一腿 應該就腿做好 結果裝到這個行動調整器以後啊 忽然就不行了 現在就最近幾年呢 就是走路 不像老台胖一樣 這個這個這個 而且這個這個就是 腰涮被痛 我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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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不是裝了這個毒以後 因為心力調節器有它的適應症 我們只能講就是說適合裝的時候 那就是應該裝 但是心力調節器畢竟是人工的 那因為我們正常的傳導的一個路徑 跟心力調節器 它幫我們心臟調整它不太一樣 那現在已經裝了八九年啊 對 對就是它只是顧我們的一個心跳的狀況 這個當然是另外一個 那在裝好以後這個腿就不行了 腿啊 尤其最近啊 最近這個腰涮被痛 就要做 不要說是累的事 累的事 很輕鬆的事情 一下子就 好 因為伯伯這個問題跟我們其他沒有關係 但我只能講就是說 心力調節器它的作用的激轉 跟我們正常的心臟的傳導的一個作用不一樣 那它最重要的只是在改善 預防你心跳突然過慢 它產生 讓你心跳可以維持一定的 但是它正常的生理現象 已經不符合我們正常的心跳 這個傳導路徑的生理現象 那後續比如說腿的問題也好 所以說它會不會引起你的這種輸出量 跟正常當然已經就不一樣了 那但是腰磚被痛問題 跟你這個血液循環有沒有關係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只能講就是說 你裝了心力調節器 它心臟輸出的能量 跟我們正常的情況下輸出的能量 它的生理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說真的會比較講嚴重一點 就是說心力調節器 因為它為了預防心跳慢 又不得不裝 但是長期來講 當然就是說 你說經過十年二十年 會不會因為這個心力調節 產生一些不良的影響 有可能 但是你要先想看看就是說 如果你那時候心跳慢 你不裝這個心力調節器 我們先講它的適應症 沒有我們沒裝以前 大概 我們沒裝以前的 有時候快有時候慢 所以說心力調節器 是在轉慢的 所以你那個已經很漫漫長 如果萬一你有那麼一次 萬一去跌倒去撞到 那就得不償失 但是既然裝了心力調節器 它跟我們強調 它跟我們正常的生理現象 是不一樣的 但是你只能要求 它把你的慢的有治療 它不能管理正常的生理現象 所以你心臟有壞有邁 已經其實開始在出問題 還有沒有其他高血壓的問題 那個有些說法 年齡大了在七十歲八十歲 沒有吃藥情況下 血壓在一百五 沒關係也不用吃藥 這個就是歐洲他那個 應該歐洲挪威的那個研究 高血壓的一個控制 所有的年齡層現在都是一百四九十 這個是無庸置疑 但是每個人的最適合的血壓 確實會因為年齡的問題 有所調整 所以說 是不是每個人 他一定是一百五九十 他就好 他如果控制在一百四十九十以下 甚至一百四十八十以下 那就不足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對老人家來講 年齡越大來講 當然我們會越保守 也就是說 他通常顯示 我們剛才講 他的舒張通常會比較低 他的縮縮壓通常會比較高 但是有時候吃了藥物 他的反應可能相對會比較強一點 那會反射造成 他的腦部的血流的供應相對會不足 所以其實 對老人家 我們的血壓控制是越緩慢 如果都沒有其他的 我們剛才講 沒有其他的控病 一些重大的疾病 緩慢的讓他降下來 那 最終還是希望降到一百四九十 但是如果沒辦法降到一百四 降到一百五八十九十 他就不舒服 那就維持這樣子 是沒有錯 但是如果可以降到一百四九十 還是認為有好處 這個都有研究的報導 但是每個人確實是不一樣 但是還是錯誤的觀念就是說 年齡越大 血壓越高 就可以了 那這個還是不正 就是觀念上還不是很正確 但是現在血壓控制 只要沒有因為控制血壓吃藥不舒服 越正常越好 越正常越好 但是越正常還是希望大概一百四九十以下 那如果一百五太沒什麼狀況發現 也蠻好的 也需要吃藥嗎 如果已經吃藥到一百五 還是都沒有吃藥到一百五 沒有吃藥 如果沒有吃藥到還是一百五 或是說九十以上 但是年紀大我們剛才講 就是大部分都是縮縮壓會比較高一點 那如果都沒有症狀 我們會建議 如果說剛開始三到六個月才知道的 我建議先量一陣子 飲食控制 那飲食控制還是都一百五以上 我們還是會建議先吃一點小量的 要看看 看能不能降到一百四九十以下 如果說降下來還是不舒服 那就表示說 我們的身體的自主的一個條件 因為血壓降低 腦部的循環也要夠 才不會有不舒服 那有時候腦部循環不夠 你血壓一降低 它就會不舒服 那所以說這時候 其實我們會建議飲食控制以後 如果還是高 通常對老人家來講 還是希望能夠放一百四九十 但是如果一百四九十以下又不舒服 就要把標準再拉高 謝謝 我有時候 高血還好 一百四、一百五 但是那個低血呀 五十幾 對 所以說我們剛才也提到 就是說 隨著年齡的越增加 舒張壓會越來越低 因為我剛才講 舒張壓的力量是血管的彈性 慢慢加成 所以最壓力再顯現出來 那年紀大 他的血管已經鬆弛 或是彈力不夠的時候 這個舒張壓的回彈的力量相會會降低 顯現素質這個血壓值就比較低 好 那我們開放最後一個 最為一個 等一下我們有講真實 好 今天你們講得很好 謝謝 醫生那個血液流到心臟 是十秒至二十秒 不快 那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會不會流得比較慢 對啊 會啊 睡覺會流得比較慢 對 因為心跳慢 所以那個是正常 但每個人當然不一樣 你心跳越慢 油素當然就相對的會比較慢 所以說 有人就說 睡覺的時候流得比較慢 然後 是不是晚上又吃看了一些藥 但是在看個人 每個疾病的狀況 那確實是會 本來就是這樣子 那這樣真的很快 那每過十幾秒 又在清晨代謝 這很快 我這裡沒有數值 我有忘記 但都會有 就是全身這樣血流的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 就是正常的就是 心臟 他一分鐘 他一分鐘 心輸出量就是四到五升 四到五升 你看我們的血液裡面 就是體重乘以百分之六十 還有乘以百分之五分之一 才是我們的體液的量 就血液的量 所以說你從那個五升 就是打出來一分鐘五升 然後再去回推 就可以知道其實是很快的 你知道我們人躺著 血液的頭部是不是會比較快 對 對 那這一定的 平躺 就是我早講連通管 嚴厲是一樣 所以有時候平躺的時候 你血液 一站起來的時候 身體就要去做調節 所以有時候一坐起來 稍微頭暈 就是血液回流 會稍微慢一點 但是身體如果 那個很健康的人 通常就比較不會有頭暈的現象 所以為什麼有肢帶筋血液 坐著站起來 躺著坐起來 所以提到一點 就是說如果有吃高血液的腰 有些這些現象 還可以忍受的情況之下 所以你的姿勢的變換 可能要稍微慢一點 所以我想說我們休息的時候 最好就躺著休息 這樣對不對 對 坐著休息 坐著休息 躺著其實看你的舒服的程度怎麼樣 那就是說 休息 你是坐著休息比較好 或是躺著休息比較好 這牽扯到 我們說還有一部分 你個人的感知 個人的肌肉骨頭系統 所以並沒有研究 跟我們講 休息一定是躺的比較好 還有舒張壓是什麼 多多壓是什麼 剛才講 多多壓是心臟就是擠出來 因為對抗周邊的阻力增加 所以擠出來的一個壓力 所以你氣氧壓力它又有一個壓力出來 所以叫縮縮壓 那舒張是心臟在舒張的情況 那舒張的情況之下 因為血液打出去以後 在舒暖情況下 那個血管會有彈力的作用 然後回彈的力量 造成這個壓力我們偵測得到 在舒張起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叫縮縮壓或舒張壓 那簡單的講 就是心臟縮縮的時候 產生的壓力就是縮縮壓 那縮縮以後 心臟就要縮縮 讓血液可以回流 那這時候你偵測到的壓力 就舒張壓力 我們都不講理論基礎 就是心臟有兩個起 一個縮縮起 一個縮縮起 一個舒張起 對 我這個睡覺啊 睡覺這個 比如說 好 繼續在這邊 對 我們一個時間已到了 對對對 不好意思 下次還有機會 不好意思 一個時間已到了 好 好 就是一個葉先生 65歲 兩年前開始有血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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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